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全世界都忙得过520 就连我们公司的万恶资本家 都给整个公司放了半天假 让我们去约会 说是为了提高国家生育率 我也没闲着 一整个下午 忙着在抖音参与福袋抽奖 参与了52个福袋 人数最少的只有三个人生育 最多的也只有30余人 一个没中 我妈了 在床上对着空气 打了一套菌体拳 我妈以为我疯了 对着我就是疯狂输出一顿优美国粹 一脚把我踢出了家门 今晚的相亲要是再不成功 你人也不用回来了 好的 妈妈 媒婆说对方是个海龟 年轻有为 学历和家庭条件都不错 为了撑场面 我拎着赤巨子买的哭泣包 踩着我的小细根 摇曳生姿 到了西餐厅 看着眼前有点兔顶的相亲对象 我想逃 果然啊 连只有三个人身 与抽奖的福袋 我都中不了 我竟然感奢望遇到一个优质男 谁给我的勇气 相亲对象在兴致勃勃地给我科普核武器的危害 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网购 对抗核威胁的防护服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会英年早突了 整整一个小时 相亲对象从核武器谈到特朗普 完全不觉得尴尬 我的脸都要笑僵了 假笑 我偷偷给闺蜜发信息 让她给我打电话脱身 什么 项目有问题 老板今晚就要订 好的好的 我现在立马回去加班 为了表现出事态的紧急 我采用了极其浮夸的方式 不好意思啊 李先生 我要回去加班 你也知道 遇到周八皮老板 设处没有什么发言权 相亲对象表示完全理解 刚离座 我就看到了 也在相亲的顶头上死 心里瞬间就平衡了 沈木青这种高富帅 都需要在这种日子出来相亲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脑子一抽 沈总 你也嫁不出去吗 干 我这是什么垃圾发言 又是图挽救 结果嘴一瓢 不是 我是说你也没人要吗 沈木青 他握着餐具的手 微不可查地抖了一下 扑哧 沈木青的相亲对象 到底是没忍住 笑了出来 周围的人纷纷转头看着我们 救命 我原本想说的是沈总 你也来相亲啊 但是一想到相亲 就想起我妈经常说我嫁不出去 事情就变成这样了 我射死了 短短几秒钟 我脚趾抠出了一座大别影 怎么办 明天我还能回公司上班吗 在线等 即 沈木青慢悠悠地放下刀叉 用餐巾布擦了擦嘴 回公司 啊对对对 我立马意识到 自己不该打扰顶头上司的相亲局 那我先走了 去门口等我 一起回 不是 老板你为什么要回公司 可我不是真的要回公司啊 我欲哭无泪 我的相亲对象还在一旁 骑虎难下 怎么 不想坐我的车 我敢说不想吗 我不敢 不不不 怎么会 我怎么可能不想坐沈总的好车 比起在车上 还要听相亲对象 大刀阔斧 谈论和威胁 我觉得 还是沈木青的车适合我 我发帖求救 撞见老板相亲 还嘴瞟问老板 男的 是不是也嫁不出去 该怎么挽救 最高赞 建议直接辞职 沈木青开车 他的相亲对象坐副驾驶 我在后座如坐针毡 偷偷百度辞职信 怎么写 送走他的相亲对象 沈木青停在原地 没有要动身的意思 他修长的手指 有节奏地敲打着方向盘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心里直发怵 僵持了一分钟 我硬着头皮开口 沈总 要不我来开 我思来想去 只有那个驾驶座 是我的归属之处 终于 沈木青开了金口 坐前面 呼 豪车是豪车 就是坐得有点不得尽 是怎么回事 我不敢耽误半分 立马换了位置 我在你眼里 是周八皮 天要枉我 怎么连这句话 都被他听到了 他轻飘飘的声音里 带着三分凉薄 四分漫不经心 以前觉得 他的声音很有磁性 这一刻只觉得 这声音是来取我狗命的 我手一抖 啪的一声 安全带回弹了 完了完了 刚刚有人在他 不好说什么 现在只剩下我们 他迫不及待 要找我算账了 看似波澜不惊的我 内心实则 轩轩吃西瓜 就就我点GIF 沈总我错了 我那只是 为了不想继续相亲 才口不择言的 五百二十这种日子 都给我们放假 周八皮这三个字 跟您半毛钱 关系都没有 像您这么有格局的上司 应该不会和我 一个小员工计较吧 言下之意就是 你要是因为 这个把我开了 就是你小心眼 不管怎么样 先把高帽给他戴上 嗯 识了总没错 沈木青眉毛上条 看你表现 沈总我发誓 我一定为你安钱马后 当牛做马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该低头时就低头 不能怪我没骨气 要怪就怪他 开的工资 比外面公司的高 朝九晚六 周末双休 十五新 六显一金 节假日还有现金红包 每月还有带薪并驾 这不就是我一个 摄出的梦中情作吗 况且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沈木青要是一个不开心把我开了 我上哪去找活少 待遇高的工作 我原以为 沈木青说回公司 只是个借口 没想到 他回公司是真的加班 直接连开两个海外视频会议 我哭了 我本来就不需要加班的呀 但如果我现在转头 就离开公司 沈木青会不会往我头上 扣一条欺君之罪 我不敢赌 我只能开着电脑和闺蜜聊天 噼里啪啦地打字 时不时皱下眉头假装思考 营造出我很忙 很认真工作的假象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 沈木青仍在埋头工作 丝毫没有要走的迹象 太卷了 真想给他封一个卷王的称号 但我不一样啊 我卷又卷不动 一心只想摆烂 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起身走进沈木青办公室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忙完了 嗯 对 如果您这边没什么需要 我帮忙的话 我就先 就先走了 还没等我说完 他随手丢过来一打资料 刚好 这份资料你整理好一会给我 我人傻了 大哥 我就是客套客套 你别当真啊 我TM多嘴这一问 这一打资料整理起来 怎么也要一两个小时 一个晚上都要折在这了吗 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一开始用闺蜜的猫要生仔 我得去接生这个借口 都比加班强千百倍 我不甘心 沈总 这些资料一般不是由安特助经手的吗 沈木青把手里的笔丢 双手环抱在胸前 他今晚求婚 你是想让他求婚 求到一半 回来加班 他装不作样 叹了口气 看来某人说的当牛做马 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我 我真的酸Q 资料整理到一半 我突然收到一条通知 我们这栋办公大厦里 确诊了一个病例 连夜被封了 BBQ了呀 家人们 我急了 拿起手机 冲进沈木青办公室 他正打电话 给我打了个手势 让我等一下 嗯 知道了 通知下去 居家办公 对 工资照发 让大家积极配合防疫工作 我们公司总共有五层 一共百来个员工 但是因为放了半天假 大家都回家了 只有我这个大冤种 被沈木青抓过来加班 还被封在这里了 别人是居家办公 那我算是怎么回事 我要把公司当家这就算了 还偏偏和顶头上司 一起被隔离 呜呜呜 我也好想要那种 上半身光鲜亮丽 下半身睡衣脱鞋 一边吃零食 追剧摸鱼 也没人管的居家办公 我吸溜着鼻子 沈木青见我这样 以为我是害怕了 难得一见的温柔 别怕 有我在 但是他这样 并没有安慰到我 我不是怕被感染 隔离我也能接受 我就是突然觉得 自己好倒霉 有点委屈而已 结果他这一安慰 我觉得更委屈了 别怕 有我在这种话 别人都是由男朋友说出来的 嘎嘎甜 但由于沈木青上一秒 还在让我当牛做马 他这话到我耳朵里就变味了 变成放心 这段时间你都要给我当牛做马了 本来还能忍住的泪水 突然就控制不住了 彻底放飞了自己 呜呜呜 别人五百二十都在秀恩爱 晒转账晒礼物 而我抽奖抽不中 对象对象没有 相亲还遇上奇葩难 呜呜呜第一次背后 说你坏话就被你听到了 被抓回来 加班就算了 还要我当牛做马 现在好了 被疯了 连家也回不去 我还要担心你 炒我鱿鱼 呜呜呜呜 我就是一整个悲剧呀 沈木青被我炒得头疼 揉了揉太阳穴 我知道他有点不耐烦了 但是我刚开始哭 时间还没到 停不下来 若是在平常 我定然也不会这样 可惜最近我大姨妈要来了 每逢大姨妈前后 我情绪多少有点敏感 人也变得脆弱 我这辈子干过最大胆的事 就是此刻在沈木青面前 嗷嗷嗷大哭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 看看你微信 我不明所以 但是还是听他的话打开了 聊天页面第一条 跳出来被注为神狗的对话框 点进去 赫然看到 他向我转账五千二百 该说不说 金钱还是有用的 比如现在 我的眼泪瞬间被吓了回去 从嗷嗷大哭 变成抽泣式哭泣 沈总 你这是 沈木青深深地叹了口气 节日红包 你也可以晒朋友圈 礼物解封之后 再给你补上 没想真的要你当牛做马 让你整理的那份资料 我确实要用 我也没有要炒你鱿鱼 成双 别哭了 好不好 他最后一句话 多少有点无可奈何 我半心半疑地看着他 一边擦眼泪 一边抽抽 可是 这个金额太大了 顶我大半个月的工资了 我不敢收 收了吧 就当是今晚的加班费 我好像品出了他这句话的话外音 这钱给你 你不能再哭哭啼啼 吵得我烦 不管它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会跟钱过不去 这钱就当是我隔离期间 不能居家办公的精神损失费 那你能不能再给我发一句自愿赠语 永不收回 经常逛某书 还是有用的 沈木青直接被我气笑了 但还是把这句话给我发过来 看着余额里飞涨的数字 我从抽抽又变成了傻笑 咱就是说 还得是毛爷爷呀 一张不行来两张 两张不行来一打 我的眼泪我知道 少了堵不住 谢天谢地 沈木青的办公室是个套间 不仅有休息的卧室 还有浴室 和其他被隔离在这里的人相比而言 起码未来的日子 我还算好过一点 情绪稳定之后 我给母上大人打电话 亲爱的苏女士 你的愿望要实现一半啊 我一口夹子音 差点把自己干吐了 这个意思 是你今晚的相亲成功了 听得出来 苏女士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今晚回不去了 我被隔离在公司了 您行先好 给我送点换洗衣物过来呗 苏女士 也就是我伟大的妈妈 把电话挂了 还没等我回过神 手机跳出了 我妈要和我视频通话的请求 意料中的和东师吼如约而至 我把手机放到一旁 让苏女士尽情发狂 不是 是训话 成双你个小兔崽子 我让你去相亲 没让你回公司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还被隔离在公司 你是想跟工作过一辈子吗 巴拉巴拉 at警号警号 与信号警号 与巴拉巴拉 生个叉烧 都好过生你 我光顾着通知闺蜜 我被隔离的事实 没怎么听苏女士的激情训话 就听到了叉烧二字 叉烧 不用买叉烧 这送不进来 送几套换洗衣物 给我就好 昂 新的一轮驯化继续 不要低估任何一个 中年妇女的体力 隔着屏幕我 都能感受到 苏女士的怒气值 呈指数增长 突然 苏女士的骂声戛然而止 我觉得不对劲 一看手机发现 什么轻入镜了 发飙的我妈 被驯的我 乱入的沈木青 三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不知道是谁更尴尬 我啪的一声 当机立断 把手机倒扣在桌面 让沈木青看到我 挨驯的画面 我不要脸的吗 沈木青神色 不自然地咳了两声 我是想问问你 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让人顺便带过来 不用不用 我妈给我送 我急忙起身 鬼斧神差地 给她鞠了一个身宫 抄大声 谢谢领导挂怀 沈木青好像被吓到了 不自觉后退了一步 抬起的手反复放下 欲言又止 最后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点点头走了 沈木青的 突然乱入阴差阳错 解救了我 但苏女士明显没有打算 就此放过我 而是换了一个方向 双双啊 妈觉得今晚的那个相亲对象 你要是不喜欢就算了 嗯 突然这么好说话 刚刚你那个同事妈 瞧着就不错 又高又帅 你趁着隔离期间 跟她培养培养感情 争取早日拿下她 你要是能把她带回家 今晚相亲这事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我 妈 你连人家有没有对象都没问 你就让我上 你就不怕我给人当小三 我一度怀疑 我是她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隔离结束 我就去做亲子鉴定 问什么问 能在今天这种日子 还在加班的 不是你们这种单身狗还有谁 不是 说她就说她 怎么还带人身攻击我 为了不让苏女士继续纠缠我 我决定破罐子破摔 知道了知道了 我争取早日让她败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把她拐回家 给你当女婿 得到我的允诺 她终于心满意足地去给我收拾东西 然而 我又射死了 因为我发现 沈木青去而复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我背后 都听到了 我的手心在疯狂冒汗 拜托 算我求求你 说没有 在我一脸的期盼中 沈木青缓缓吐出了一个单音节 嗯 从哪里开始听的 我的语气逐渐生无可恋 我说一切都是误会你信吗 你妈夸我长得挺帅 都听到了 有的人还活着 但已经死了 毁灭吧 沈木青之所以去而复返 是因为她想回头告诉我 像刚刚突如其来的身躯宫这种举动 还是少作为妙 自在一点就好 毕竟她不想 未来大半个月都要经历这种惊吓 她说什么我听不进去 只是麻木点着头 我成双 从小到大没做过什么坏事 但是在今晚把这辈子的脸丢光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 没有最丢脸 只有更丢脸 整个公司只有沈木青的休息室 有床 我们一个上司一个下属 完全不存在什么选择困难 虽然沈木青很有绅士风度 很大方把床让给我 但被我一口拒绝了 作为一个成熟的社畜 我怎么可能连这点自觉都没有 我可以睡不好 但是沈木青不可以 她办公室的沙发 才是我未来的归宿 我不认床 睡眠质量一向很好 属于躺下就能睡着的那种 半夜 我习惯性翻身 哐当一声 一整个人猝不及防 从沙发上掉了下来 我醒了 但又没完全醒 沈木青听见声响 匆匆从房间里跑出来 打开了办公桌上的台灯 头发有些许凌乱 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成双 她戳了戳我 你从沙发上摔下来了 哦 好像是 我睡眼朦胧 迷迷糊糊 整个人仍处于发懵的状态 大概是我的反应过于淡定 沈木青凡更担心了 摔傻了 有没有磕到哪里 我摇摇头 她的大掌 附在我的后脑勺上 检查一番没有异样才放开 而我 从摔下来之后 稳如老狗 小时候 我没少半夜 睡着睡着 从床上掉下来 沙发这个高度 还比床矮点 对我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一开始 我爸妈听到声响的反应 也是和沈木青差不多 后来次数多了 他们也就懒得起来了 怎么摔的 怎么爬回去睡 丝毫不影响 我接下来的睡眠 但自从初中住宿之后 我就再也没发生过这事了 毕竟睡的是上铺 有栏杆 这次纯纯式的意外 沙发太小 没睡习惯 见我又要爬回沙发上 重新睡下 沈木青拉住我 你去睡床 我睡沙发 我脑子还不是很清醒 任由他把我推进了房间 替我关门之前 他欲言又止 往床中间睡 我倒头睡下 这床真舒服啊 比我家的还舒服 我一夜好眠 慢悠悠地伸了个懒腰 神清气爽 突然反映过来自己的处境 来不及穿鞋子 就冲了出去 沈木青坐在沙发上 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 腿上还放着 我在午休用的小毯子 他头发凌乱 一脸眷容 下巴冒出了一点小壶茶 眼底的乌青 足以证明他一夜没睡好 但这些对他的帅气影响不大 沙发对一米六的我来说 都有点小 但他一米八几的大高个 躺在上面腿都放不直 能睡好才怪 他将小毯子放到一旁 揉了揉眉间 沙哑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丝到不明的忧怨 醒了 睡好了吗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 沈木青刚睡醒的声音 以前也是没有这个机会 该死的低音炮 真要命 对我这种声控且言狗来说 要是那把沈木青拐回去 那是祖坟冒清烟了呀 我曾经对他见色起义 但有贼心没贼胆 最重要的是 沈木青不喜欢我 他喜欢的是艺术家 他在大学的时候 有个初恋女友 是个小提琴家 郎才女貌天作之和 如果不是因为 小提琴家出国提了分手 他们孩子 估计都会打酱油了 磕磕 跑远了 现在不是饭花痴 和回忆感情史的时候 好像还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说完这句话 沈木青看我的眼神 好像更幽怨了 沈总 对不起对不起 昨晚是个意外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我的保证 他似不太相信 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去洗漱吧 以后给我泡杯黑咖啡 因为对沈木青有愧疚 我表现得特别积极 几乎是有求必应 这次大楼 被风太突然 有些同事没有把资料带回去 没做完的设计图 策划案 我一个上午都在忙着给他们找资料 我没办法拒绝 谁让我是整个公司唯一被风 且能使唤的大员种 饭点 大白把盒饭送过来 我专心致志地把盒饭里的葱挑出来 沈木青出来接水 愣住了 你在做什么 我想也没想就回 给你把葱挑出来呀 我好像没跟你说过 我不吃葱 他迟疑了 我手一顿 面不改色 安特助跟我说了呀 挑好了 沈总 一起吃 不不不 我吃饭的时候 喜欢看一些下饭剧 边吃饭边看剧 是我的习惯 你的意思是 我的脸让你吃不下饭 我 还能这么理解吗 突然理解那些古代朝廷命官 为什么会经常说 半君如半虎了 大老板真的 很 难 似 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 是我怕自己会影响到你 坦白说 沈木青那张脸 比电视剧下饭多了 但时机不对 我一看到他 就想起 昨日是如何把脸丢完的 这不是下不下饭的问题了 是我还有没有脸吃饭的问题 好在沈木青也没强求 我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不吃葱 不是安特助告诉我的 我忙得双脚不粘地 安特助给我发的 关于沈木青注意事项 哪里来得及看 沈木青比大我三届 我进学校的时候 他已经忙着在校外创业 很少出现在学校 他是我们教授 经常挂在嘴边的得意门生 我听过很多次沈木青这个名字 但从来没见过 直到在毕业典礼上 他代表整个学院毕业生 在礼堂上讲话 我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后来我大三难年 沈木青受学院邀请回来给我们 做创业分享 当时我是学院办公室助理 也是讲座的负责人之一 负责和他对接讲座安排 但由于他本人很忙 我和他也只是前前打过一次照面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和安特助联系 讲座开始前 劈腿的前男友找我复合 甚至试图扑我 给我洗脑 说我离了他 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男人 真是乌龟半走毒 憋不住笑了 我火冒三丈 没控制自己的好脾气 当场直接给了他一脚 疼得他抱着腿嗷嗷叫 你真是门牌上画鼻子 好大的脸面 看到海报上这个男人了吗 旁边是我们给沈木青做的伊拉宝 我成双以后就算要找也要找这种男人 不是像你这种自己跟自己拜把子 不知道自己算老几的智障玩意儿 给我爬远点 要是再来恶心我 我就把你劈腿的证据放到表白墙上 渣男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最后屁话都说不出来 亮亮呛呛地走了 我不是对感情主动的人 当初他追的我 结果发现在一起半年 他出轨三个月 难过之余 更多的是恶心 抹掉眼角的眼泪 才发现沈木青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身后 别误会 我不是因为还有感情才哭的 我纯粹是被他的厚颜无耻气哭 以及替自己瞎了眼 感到丢人而难过 大概是骂得太投入 才丝毫没有发觉 一个大活人的靠近 我低下头 不想被他看到发红的眼眶 利用散下来的头发挡住脸 火速逃离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讲座结束之后 他和教授在食堂吃饭 我和几个一起负责讲座的同学 坐在旁边一桌 注意到他把碗里的葱 一个一个挑出来的 这么大的人 居然还挑食 直到离校 沈木青都没多看我一眼 我猜像他这种大忙人 也不太可能记住一个不太相关的人 所以 这是也就翻篇了 实习的时候 教授想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 推荐到了沈木青公司 我没拒绝 成为了他的员工 现在想来 原来我早就已经在沈木青面前射死了 晚上 沈木青执意要把床让给我 我没接受 今早看到他没睡好的模样 白天开线上会都有点打不起精神 我过意不去 安特柱给我发的沈木青注意事项里 明晃晃地写着他睡眠质量偏差 一醒 对床品要求比较高 你不用逞强 这话说的 显然是信不过我 不逞强 恐怕连工作都保不住 我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 放心吧 我就是没睡习惯 昨晚已经熟悉过了 不会再掉下来 吵到你的 沈木青若有所思 昨晚最后 好像是我睡的沙发 磕磕 脸上瞬间浮起一抹尴尬之色 我环视了一圈 最后打定主意 搬来几个椅子 围在沙发边 只要思想不滑坡 方法总比困难多 在我的再三保证 不会有问题下 沈木青三不一回头 第二天 沈木青黑眼圈更严重了 我可没有掉下来 办法虽谈不是多高明 但贵在有用 是他信不过我 怕我又滚下来 隔一个小时 就出来看一次 直到后半夜 看到我睡得跟死猪一样 他才撑不住重新睡去 我们相安无事度过了几天 每天都过着 被大白捅喉咙 等大白放饭 工作的日子 最大的转变是 我的工作重心 从策划转移到了沈木青身上 成了他的临时助理 办公位置也搬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开会 我就在一旁做会议记录 他要报表 我就整理好给他 他要喝咖啡 我就给他泡 安特助 我是不是要失业了 其他同事 真羡慕你能和沈总朝夕相处 我 羡慕你们的大锤子 沈木青是个工作狂 出了名的严苛 我这无疑是在老虎脚下干活 唉 摸鱼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但只要工作做到位 其他的他都不会说什么 和沈木青在一起工作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这张酷似黎明的脸 至少养眼 研究表示 每天看两个小时帅哥 有益于延长生命 我指定能比其他人活得久 几天相处下来 我反而没那么害怕沈木青了 我们心照不宣地 不提我的那些糗事 偶尔也和他开两句玩笑 直到我大姨妈造访 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平衡 我趴在桌子上 肚子里仿佛有一把锥子在搅动 疼得我直冒汗了 几乎每月都要经历一次这样的历劫 人真的麻了 我哼哼唧唧 有气无力 沈木青 救我 如果可以 我恨不得直接冲到外面的石墩子上坐着 成双 沈木青察觉到我的不对劲 询问的语气有些交集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你别吓我 我姨妈疼 太疼了 以至于说话都带着一点哭腔 沈木青果断弯腰把我抱起 我没有精力矫情 任由他把我放到床上 他大概是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 没什么经验 无从下手 局促问道 带药了吗 抽屉 我疼得满床打滚 试图想找到 可以缓解疼痛感的姿势 沈木青给我喂了药 帮我擦干虚汗 盖好被子 调好空调 做完这一切 他才离开房间 我以为他是回去忙工作了 没想到几分钟后 他弄来了暖宝宝贴 帮你贴下暖宝宝 会舒服点 我感动得要死 我都还没跟他说暖贴放在哪里 他就拿来了 举一反三 沈木青这男人能处 他轻轻拍着我的背 向在安抚小孩 睡吧 我在这陪你 我在这陪你 我蜷缩成一团 等待要效起作用 在他的安抚下沉沉睡去 睡着之前 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呜呜 沈木青好皮眼温柔啊 等我醒来之后 已经是三个小时后的事了 沈木青不在办公室 我人是恢复了 但我微信也炸了 我和策划部的几个同事 有个小群 他们在群里疯狂艾特我 这大热天的 大老板为什么要在大群里 问暖宝宝 发生了什么事 啥玩意儿 沈木青不是从我办公桌 拿的暖贴 双双 大老板不会是给你要的吧 双双 你说话呀 完了 你不会又痛经了吧 这么久不回信息 他指定是痛经了 不然谁会大热天的 用暖宝宝啊 我们大老板好贴心 我 姐妹们啊 话都让你们说完了 我还能说啥 我打开沈木青在的大群 果然看到了他们说的信息 但或许是 大家都忌惮沈木青 不敢在大群里 光明正大的讨论 群里的聊天页面 还停留在一个销售部的同事 回复他暖宝宝的消息 等等 所以 现在全公司都知道我痛经了吗 救命 姨妈痛虽然不丢人 但是也没有光荣到 需要在全公司大肆宣传的地步吧 我收回沈木青能处这话 我正郁闷 沈木青端着水杯进来了 还疼吗 他走过来探了探我的额头 确定我没再出嘘汗才放下 不疼了 其实痛感过去之后 剩下的是疲惫 辛苦了 嘴巴在前面跑 脑子在后面追的我 应该的 我 第一次有人因为大姨妈跟我说辛苦了 没经验 下次就好了 喝点温水 原来水是给我倒的 平静的湖面突然丢进一颗小石子 扑通 泛起了涟漪 沈木青揉了揉我的头发 这两天给你放假 好好休息一下 我心跳漏了一排 塌塌塌塌 一下子就揉到了我的心巴上 家人们 沈木青不会败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但是 我好像要摊在他的西装裤下了 这谁顶得住 嗯 不对呀 我忽略了什么 他刚刚是说 要给我放两天假 这个意思是 我可以在他眼皮底下 随便上网追剧看小说了 我想压住内心的狂欢 嘴角却控制不住上扬 这么容易满足 当然 这是射出的快乐 许是我这一遭 让他受了惊吓 以扣工资威胁我 执意让我睡了几天的床 我精神头越来越好 倒是沈木青 那几天肉眼可见的憔悴 闺蜜听闻 不禁感慨 好惨啊 一大老板 沈木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 我说不清楚 我只知道他越来越不对劲 我追剧看综艺 他也在一旁看着 津津有味 他 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 是高跟鞋那个吧 我 什么高跟鞋 人家叫刘敏涛 他 哦 好像是 我突然想拍他马屁 你还知道高跟鞋呀 了不起 沈木青一副看智障的表情 我只是很少上网 不是原始人 我吃小零食 他虎视眈眈 在吃什么 垃圾食品 别再看了 不适合你吃 他叮 叮到我不太好意思 默默转了个身 把脆藕倒进嘴里 给我试试 来了来了 他终于还是提出了 这个无礼的要求 我拿着脆藕的手 不自觉握紧 一边回忆 还剩下几包 要不我给你拿别的 沈木青继续盯 不行 你手上的看起来比较好吃 我在心底叹了口气 真没剩几包了 你舍不得 我心如刀割 给他一包 那可是我最喜欢 吃的脆藕啊 知道我舍不得你还抢 最后 我剩下的脆藕 全入了他的嘴 要不是看在他之前 给我转了一笔 巨款的份上 我就跟他急眼了 某天晚上 他大概是闲得慌 嘀嘀咕咕我的名字 成双成双成双 成又又 嗯 又又这名字不错 以后叫你成又又吧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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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就吃溜溜梅 我抗议 抗议无效 我谢谢你 让我喜提新名字 左右这名字也不是难听到无法接受 我就随他叫了 谁让他是老板 其实以上种种 我都能接受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 是他好像得了摸头的怪病 要是摸的是他自己的头就算了 可他摸的是我的头啊 每每这个时候 我真的很难控制不心动 我满脑子都是那句你要是没那个意思 就不要随便撩拨我 但奈何我 不敢质问 最主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高洗头频率 生怕哪天偷懒被他摸到了我的油头 种种迹象表明 不对劲 很不对劲 不符合沈木青一向的霸总人设 但我转念一想 隔离太久了 人有点不正常 好像也挺正常 雪姨都开始跟花草聊天了 沈木青转性子也不是不可能 百思不得其解 我干脆直接问当事人 沈木青 你还好吧 嗯 他不明所以 我是说 你精神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吧 程佑佑 你说我是神经病 我就是关心关心你 你要是觉得哪里不舒服 一定要跟我说 就咱俩相依为命了 你千万不要觉得丢脸 我不会取笑你的 沈木青脸色骤变 转头给我丢来一份文件 方案重做 唉 要不他还是继续精神失常吧 被困了二十多天之后 终于迎来了即将解封的好消息 我疯狂轰炸姐妹们 把解封的消息能通知的 都通知了一个遍 恭喜 你和老板的同居生活要结束了 我 如果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也算同居的话 这么理解也没问题 解封当天早上 我睁开眼睛 沈木青那张脸 在我眼前逐渐放大 尽到我甚至能看清 他脸上的绒毛 我猛地从床上弹坐起 眼睛瞪得像同龄 沈木青在睡梦中瞬间惊醒 我人傻了 我怎么就和他睡了 还抱着他的手臂 别误会 我说的睡是名词 前一晚 为了庆祝解封 我干了一包辣条 和一瓶快乐肥宅水 不过瘾 又从茶水间 拿了两瓶青岛啤酒 全部喝光 啤酒是前段时间 我们部门在公司 开庆公宴留下的 一切都很正常 没喝醉 真的 不存在我色心大气 也不存在酒壮耸人 胆就地把它扑倒 就是头有点晕 真的没醉 而且 我酒品很好 就算喝醉了 也会乖乖躺下睡觉 我记得 我睡到半夜 被尿憋醒 迷迷糊糊爬起来上厕所 解决完个人需求 晕糊糊的 我又凭借着 第六感重新躺下 仅此而已 从小我就知道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老板的床爬不得 我TM怎么就上错床了 我迟迟回不过神 沈木青躺在床上 一只手撑着头 某底掠过一抹玩味之色 舍不得 要不 一起再睡会 对 对不起 沈总 我走错了 我马上离开 这下好了 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形象 被我这一睡 又彻底回到了解放前 我连滚带爬 跟逃难似的 脸不洗牙不刷 卷起自己的东西 戴上口罩 直接冲到大厦楼下 等待解封 大堂里等待解封的 有十几来号人 看来大家都被憋坏了 都想第一个冲出去 但是没有一个比我狼狈 站住 没等我顺利出逃 在大堂里就被沈木青揪住了衣领子 他微微咪了咪毛 跑什么 昨晚不是抱我抱得挺紧的 你别说了 我可能是把他当成家里的公仔了 此生不愿再回忆 这就怂啊 他扫了我一眼 成又又 你不是要把我拐回去 我欲哭无泪 大哥 口嗨和实际行动那能一样的吗 我那就是开玩笑的 我错了还不行吗 沈木青哼了一声 唇角带着一丝邪似的笑 出息 我又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 以前对付前男友不是挺勇的 被他点破当年的尴尬 我无地自容 不 是无地自容后 恼羞成木 感情他什么都听到 什么都记得 就是不提 然后在某个时间点取笑我 成双 你回去好好想想 怎么用这个机会 沈木青让我想什么 我琢磨不透 他会喜欢我 我和小提琴家 勉强能算得上 有共同点的地方 也只有性别了 哦 乐器嘛 我也拉过的 以前我爸嫌我爱闹腾 把我丢给二大爷 跟着他学二胡 学了三个月 拉得实在是太难听 二大爷不肯教了 一个劲摇着头对我爸说 孩子没有艺术细胞 闺蜜说 我眼下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辞职失业 各家啃老 要么拿下沈木青 翻身做主 当老板娘 前者轻而易举 后者 有一种人 对感情非常摆烂 我喜欢你 但我不会主动找你 你要是主动找我 咱俩就有戏 你要是不主动 咱俩就拜拜 好巧不巧 我就是这种人 宁可错过 也不会主动 闺蜜对我恨铁不成钢 区区一个渣男 就让你封心所爱了 我一边啃着鸭脖 一边发语音 不 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 封心所爱谈不上 但确实让我在感情变得更谨慎了 如果再碰上一个渣男 我可能就真的会封心所爱了 思来想去 我决定不想了 先修完剩下的六天年假再说 辞职可以 但是年假不能不休 大概是看我在隔离期间 被沈木青压榨的份上 年假申请批得很快 我在家里躺诗 每天刷视频 看小说 以及和闺蜜吹水吃瓜 怎么说呢 不用工作的日子 过得悠哉又惬意 沈木青找我 我借口说忙 忙什么 忙着陪我妈 打麻将 事实上 苏女士对我的爱 只有三天 第四天 为了不被苏女士嫌弃 我去闺蜜家待了一天 她是自由职业者 可以陪我发一整天的风 中途 沈木青给我打电话 躲不过 硬着头皮接了 我打着哈哈 在做什么 我信口胡舟 我闺蜜家的猫生孩子 我过来 她这里伺候坐月子呢 言下之意就是 我挺忙的 你千万别找我 刚从洗手间出来的闺蜜 一边擦着手一边问 猫 谁家猫生孩子了 你背着我养猫了 哦 或 一定是因为太久没见 我们俩失去了默契 但我和沈木青很有默契 一起陷入了沉默 闺蜜一屁股靠过来 漫不经心说了句 哟 未来男友来查岗了 我慌慌忙忙挂断电话 仰天长叹 祖宗 你还想我不够丢脸吗 闺蜜不以为然 顺手往我嘴里塞了一个葡萄 相信我 宝贝 她指定对你有点意思 勇敢点 别一个渣男 就让你怂了 谁能告诉我 这口无遮拦的闺蜜 还能要吗 第五天一大早 沈木青西装革履 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堵在我家门口 苏女士一眼就认出了她 没开眼笑地将她迎进门 嘴巴都要咧到耳后跟去了 那眼神 简直就是看女婿 越看越满意 苏女士强行把睡梦中的我叫醒 哼着歌去厨房洗水果 我顶着个鸡窝头和沈木青大眼瞪小眼 你来干啥呢 关心未来女友 一句话堵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沈木青很有礼貌 礼貌问苏女士要人 苏女士依旧很干脆 二话没说把我踢了出去 门一关 沈木青收起了笑容 我坐在沈木青的副驾驶上 等待凌迟 成双 在热到要命的六月天里 我打了个寒颤 这熟悉的副驾驶 熟悉的要取我狗命的声音 我是进入循环了吗 为什么不来上班 休假呀 不慌不慌 我这是正常休假 不属于矿工 他不能扣我工资 你在夺我 不是疑问句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我心虚 不敢看他眼睛 没有啊 他修长的手指 又在敲打着方向盘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知道 这是他在思考时的下意识举动 你想好了吗 什么想好了 沈木青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谋底似是燃起一股怒火 你耍我 我 苍天在上 我怎么敢耍金主八霸 察觉到此刻 气氛不对劲 我把手偷偷放到了门把手上 伺机逃跑 奈何被沈木青识破了我的小心思 啪哒 把门锁了 成又又 占个便宜是要负责的 那是个意外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这段时间 我的意外也太多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发生点什么 你就会负责了 我 那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我度秒如年 好一会儿 沈木青才漫不经心开口 其实 那晚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没发生 不可能 我暴跳如雷 差点撞上车顶 沈木青预判了我的反应 我一跳起来 他及时用手挡住了我的脑袋 绝对不可能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对我很有信心 我醒来什么感觉都没有 好歹我也是看过几百本言情小说的人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沈木青想 框我 结果 下一秒 我就被打脸了 我有视频 沈木青翻出手机 那天怕你尴尬 没跟你说 但是 既然你这么赖账 我就只能把视频给你看了 视频里的我 抱着沈木青 又轻又啃 沈木青不从 我就开始无理取闹 撒泼打滚 他一只手拍视频 一只手阻止我图谋不轨 多少有点吃力 画面拍出来 摇摇晃晃的 成双 你有本事再咬一次 他声音压得很低 也是第一次见题这种要求的 我如他所愿 一口咬了上去 许事我用力了点 沈木青忍不住撕了一声 他咬牙切齿 成双 你会后悔的 别吵 让我再啃啃 我反手打掉了沈木青的手机 好像手机还把他下巴磕了一下 因为我听到了闷哼一声 闹腾了一会 我逐渐安分 乖乖抱着沈木青的手臂睡觉 我的手抖得不行 冒出了细汗 视频里发疯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我 可是这个容貌 这身衣服 确实是我 我偷偷描了一下沈木青的下巴 确实有块小玉青 还依稀可见 刚刚怎么不直接把我撞失忆 要不今晚连夜买战票跑吧 你这要是在古代 株连九族 还有什么辩解的 是了 我现在说啥都是属于辩解 要不 趁他不注意把视频删掉 来个死无对证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 就听到了沈木青冷冷的声音 别想着删视频 这只是备份 呵呵 我不是那样的人 要不说自己梦游 或许他能放我一马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垂着头 多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我知道了 我回去就写辞职报告 唉 保不住我的工作了 沈木青气急败坏 谁要你辞职了 你想一走了之 想得美 我都说辞职了 他还生哪门子气 得 那你说 想要我怎么做 摆烂了 反正怎么说都不满意 做我女朋友 嗯 他提了 沈木青 你真喜欢我 他突然俯身凑近 我的脸上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 我的小心脏 顿时猛跳了一下 本能往车门处一锁 但无处可逃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似乎要把我内心深处看穿 沈木轻轻笑一声 拨弄着我额头的碎发 我的错 是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 成双 做我女朋友 嗯 他的眼神 一半是真挚 一半是热气 我突然不想躲了 鬼使神拆的 在他温热的嘴唇上迅速啄了一下 我的脸一瞬间红到了耳根 似乎是做什么不道德的事 沈木青有些愣住了 随即反应过来 嘴角不自觉上扬 嗓音有点低呀 打趣道 原来你这么急 话音刚落 他反客为主 突如其来的吻 打得我措手不及 我大脑一片空白 直接当机 沈木青不道德呀 刚刚我顶多算是啄了一下 亲到一半 我肚子不合时宜地想了 我 沈木青 磕磕 我没吃早餐 次日 我结束了休假 乐呵呵地回到了公司上班 中途被沈木青以工作为借口 叫到了办公室 答应给你的礼物 原来他还记得 我以为 你当时只是开玩笑的 打开一看 是我很喜欢的一款项链 因为价格不低 一直没舍得买 你想要的朋友圈秀礼物 现在可以发了 520都过去那么久了 其实我已经没有发的欲望了 一定要发吗 沈木青十分强势 发 一天一条 卷死他们 他拉开抽屉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礼物 啊 这 你这是买了多少 不多 也就是补了每一年的520礼物 嗨 早说有这么多礼物 我还修神妖甲呀 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那会儿我们还没在一起呢 沈木青就打算给我送礼物了 难道别的女生一哭 他就用这招打发 这不是妥妥一扎男 想到这 喜悦全然消失不见 我脸色有点差 沈木青 你不会对每个女生都这样吧 沈木青被气笑了 直接把我拉入怀里 想什么呢 我从不给外人送礼物 那我呢 未来家属 热恋期 我们在外面吃饭 碰上了沈木青曾经的相亲对象 他有点惊讶 你们这是在一起了 沈木青面不改色 嗯 他看我没人要 好心收了我 我一个飞腿过去 用恶狠狠的眼神警告他 不许再提 我不要面子的嘛 眼前的女人眼睛一亮 恭喜恭喜 这下姨妈可放心了 姨妈 哪来的姨妈 沈木青把包好的小龙虾 放到我面前 悠悠开口 我从来没说过 当时我和她是在相亲 那天她刚好回国 我只是应长辈要求去接鸡 顺便带她吃个饭 怕她一时间吃不惯中餐 所以才选了西餐厅 我 合着说我误会了 我前面说过 沈木青前女友是小提琴家 在一起的时候 她难免会听前女友拉小提琴 都是以前的事 谁还能够前任吗 像我这么通情达理的女朋友 吃醋倒是不至于 但是我琢磨着 沈木青跟我在一起 怎么也不能让她的待遇级别下降了 于是 在某个花好月圆的夜晚 我将压箱底的二胡拿出来 要倾尽一生所学 为她演奏一曲 演奏到一半 沈木青一把夺过我的二胡 警告我 程佑佑 你别谋杀亲夫 我挑衅道 亲夫 你这算哪门子服 第二天 沈木青二话不说 杀上我家 找我爸妈要了户口本 拉着我去领了个证 坐实了亲夫二子 领证后的沈木青 显得很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 去买了一个保险箱 迫不及待 当着我的面 把二胡锁了进去 还不告诉我密码 然后迫不及待 丢到了储物间里 我那可怜的二胡 沈木青这个男人 好狠的心 因为痛经严重 在一起之后 沈木青管我管的 比苏女士还严 家里苏女士丁 公司沈木青丁 约会更不用说了 我基本和冰饮断绝了关系 连奶茶都只能喝热的 不仅如此 她还给我找了个 老中医条理身体 我看着黑乎乎的中药 闻着那股刺鼻的味道 属实喝不下去 中药我不是没喝过 以前就是受不了 才没坚持下去 那味道实在是 一一五 不行 不能提 一提我就起反应 我被沈木青压在餐桌前 挣脱不了 沈木青 喝一碗五百 我哭了 每天含泪怒赚一千 窝在沈木青怀里追剧 看到电视里的女主问男主 对她的出印象 我心血来潮 把这个问题 抛给了沈木青 沈木青在我额头落下一吻 眼光不错 几年前就知道 找我这种男人了 唯一整个就是无语助 让你夸我 没让你夸自己 其实你眼光也没有很好 嗯 她这是良心发现了 她悠悠来了一句 也不知道你当初眼睛怎么长的 瞧上了那种渣男 合着是夸了自己 还踩了前刃 婚前 我们不止婚房 沈木青霸气甩给我一张卡 让我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置办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基本都是我想买哪个款式 就买哪个 唯独我们的婚床 沈木青有意见 我给她看我准备入手的婚床 她丑了一眼 就一眼 多大的 1.8乘以2.0 话音刚落 就遭到了沈木青无情的反对 不行 换一张 我立马林妹妹附体 哥哥当初同我说 这家中一切我来做主 这才过了几日 倒是连这点小事 我都拿不了主意 哎 和着哥哥反而腻了妹妹 妹妹这新窝子 可比那熟酒寒天的冰渣子还冷 沈木青见怪不怪 冷冰冰说了一句 不够大 你会掉下去 乖 换个最大的 我 行吧 我确实不占理 我把这些人停了一遍 都不占了一遍 我都不占了一遍